這邊的話先輸入C冒號斜線 然後如果你抽到的是第四題 就web 後面就04 第一題就01 以此類推 這個都固定的 這個是流程裡面的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已經建立好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就是一個資料夾 它是放在C磁碟底下的web04 那第二個步驟一樣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這邊選擇其他網頁範本 就它上面這邊有個其他網頁範本 那這個就是要建立那個所謂的首頁 那個首頁的話 你可以等於是這個的第二頁這邊 它有要求我們就是上下上中下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其他網頁範本 裡面有個叫做框架頁 這個就是一個框架頁 框架頁裡面我們就選擇上中下的一個 有沒有 那找到一個其中比較類似的就是 由上至下的層次就這一個 由上那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你看預覽這邊有沒有 它這個所以這一條線可以往下一點點 按一個確定就好了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會出現這個畫面 你就按新增網頁 新增網頁 新增網頁 那把這一條線往下一點點 這樣就一樣了 那分別把這個 這個這個存檔 那存檔的方式呢 你就直接按一下這個存檔 儲存 儲存 就上面這個它會告訴你 這個叫做什麼呢 它上面有名稱有沒有 就叫做title 題目就在 答案就在題目裡面 第一個就是它title 然後它有點htm可以不用打 因為它自動會產生 那第二個是那個man有沒有 m a i n 第三個是什麼呢 有沒有 bottle b o t t o m om 有嗎 有嗎 那這個地方按一個儲存 最後一整個 這個要叫什麼呢 這個就是首頁 所以就是要叫做index 那因為已經有一個index的 所以我們儲存 它問我們要不要取代 我們就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可是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變更標題 標題的地方 在題目裡面呢 它有跟我們講說標題為 首頁標題為大家來購物網 有沒有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要輸入 按變更標題 然後輸入大家來購物網 這樣子 到時候呢 會在網頁的左上角 會有個標題 就叫做大家來購物網 好 按儲存 那是否取代 是就好了 這樣就第二個步 第二個步驟就完成 第二個步驟 再來第三個步驟的話 一般我們會看就是說 還需要哪些資料夾 所謂資料夾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C C磁碟底下的Web04的資料夾 那可是裡面已經預設 已經先幫我們增 就是先增加一個叫做 images的一個資料夾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在這裡呢 第二頁裡面 它有告訴我們說 在C底下要建立home page images跟music 還有這個 就叫 reason的一個資料夾 總共有四個 可是其中images已經存在了 所以 所以 images就不用 那我們要在這邊 還要新增 剛剛講的另外三個嘛 那新增的方式就是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新增資料夾 按三次 第一個的話就是home page 所以我們就輸入home page home page home page 第二個就是新增資料夾 然後這個就是叫做什麼呢 music 放那個有沒有 音樂檔 就是放music 然後再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做reason reason 這邊加s reason 好 那這樣子就 就完成了第三個步驟 就是叫做新增資料夾 第三個步驟 再來的話呢 第四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那個 第一頁上面這些有沒有很多檔案嘛 要把它 這些檔案有沒有 把它放到網站裡面來 因為現在 裡面都沒有文書檔 也沒有圖形檔 也沒有那個音樂檔 這幾個檔 那所以我們要賄賂素材 第四個步驟就叫賄賂素材 對 賄賂素材的方式就是 我們把剛剛這些有沒有 把它選取起來 就是剛剛我從那個光碟 有沒有 將來也會給你一個光碟 或者是吃片喔 960304這個 裡面的所有的這一些 把它編輯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有沒有 再點到那個 images 把它編輯貼上 那貼上以後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這些檔案 通通都會被賄賂素材 賄賂到 images裡面來 可是喔 有一些檔案 其實不應該放在那個 images裡面 那我之所以會放images 就是因為這樣 大部分都是圖啦 所以貼到images 再搬 比如說像這個MID 它是一個音樂檔 所以應該就把它放到 音樂檔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按住不要放 拖拉到music 放開 這樣就好了 然後 其他的文字檔的話 一般它會 它沒有講說放哪裡啦 所以沒有講放哪裡的話 你放這裡也沒有關係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第四個步驟 就是叫賄賂素材 賄賂素材 那再來第五個步驟 就是說 因為這個網站裡面 除了 除了這個index之外有沒有 index首頁之外 還有其他的網頁 才可以連來連去嘛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還需要 其他的網頁 其實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後面 到底要哪一些網頁呢 其實你可以翻到這個 瓜湖6 就是 瓜湖6的地方 瓜湖6的地方 這個有沒有 在瓜湖6裡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 conditioner 1的這個網頁 所以我們這邊要新增一個網頁 就是這個名稱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網頁的話 後面還有 應該還有conditioner 跟那個company company有三個網頁嘛 後面好像 還有一個message 還有一個message 就是看這個地方 還有哪些網頁 所以呢 第五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新增網頁 新增網頁就是 我們等一下又用到的網頁 那新增網頁的方式就是 這邊有個白色按鈕 按下去就好了 那有四個所以我按四下 再分別用儲存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叫做 condition conditioner 然後1 conditioner 然後儲存 再來把第二個 這個隨便一個都可以按儲存 然後conditioner 2 然後這個地方直接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第二個網頁嘛 conditioner 2 再來的話第三個網頁是叫做 有沒有 company company 所以你就輸入company 那這個就是叫做什麼呢 第九的 叫做message 這樣就好了 那你會看到有沒有 在這邊下面就會出現 剛剛我產生的這四個網頁有沒有就出現了 不過它裡面喔 有一段敘述在第二頁的地方 就是說呢 請把 因為有一個叫做reason的資料夾有沒有 reason資料夾呢 要存放 這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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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四個剛剛產生這四個資料夾 要把它放在這裡面來 所以呢 我們剛剛存的時候沒有放進來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把它放進來的話 直接按住不要放拖拉 放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完成 對 對 這樣子就是說呢 放進這一個資料 這四個網頁放這個資料夾 那 這個是放音樂檔 那 image是放圖檔 好 那 這個還有個home page 那home page還要放什麼 其實 這邊也有講到有沒有 home page資料夾存放title 然後man button有沒有 這幾個資料 這幾個網頁嘛 所以我們剛剛有漏掉 那就把它直接拖拉進來就好了 這樣子 好 這樣的結構呢 就完成了